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给大家紧急插播三个新闻啊 第一个呢,就是上一个星期美国的这个失业人数出来了,再一次是创了新高 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个星期,也就是说截止到3月28号的那个星期呢 总共有6.6million,也就是说660万人申请了这个失业的这种补助,这种benefits 我们之前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之前那周呢也是创纪录了是3.3 million,330万人 但是后面那周,相当于是翻了整整一番,从330万到了660万 这儿呢,CNN给出了一张图,就是现在这个申请失业的人数呢 过去的这创纪录的一周,这么多人,它是2009年这个上一次金融危机时候的最高值的整整十倍 我们可以看2009年328号,那个时候呢,是当时那周是66万5千人是申请了这个失业 但是,过去的这一周是664万8千人,整整的是十倍 当时呢,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3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是美国当时那个熊市达到了股票的最低点 之后呢,是11年的牛市,但是呢,从2月份开始,2月中旬之后这个月,这个11年的牛市正是终结了 现在呢,跌了也基本上是,最多时候跌到了30%,现在也是跌了20%多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创纪录的这个失业人数呢,并没有影响到今天这个股票 今天股市开盘之后呢,还是比昨天收盘价要高一些的 然后之后呢,股市也算是有一些这个半死不活的波动吧 一度是跌破了昨天收盘价,但是现在呢,又是强力的上升 到现在这个开盘一个小时之后呢,是已经上升了超过2% 所以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现象 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新闻 创纪录的这个失业率 然后,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到现在为止,有96%的美国人口 现在全都收到了命令,就是待在家里 也就是说100个人之中只有4个人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没有受到任何这个约束的还可以自由的移动 其他96个人呢,完全是要求在家里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各个州的州长 还有各个市的市长有自己的权利 就是如何要求这个在疫情期间 人们活动是不是受到约束的 现在为止呢,还有11个州 就是没有这个州范围内的stay at home 就是待在家里这个命令 是阿拉巴马州,阿肯瑟州,还有爱荷华州,密苏里州,北达科特州,纳布拉斯加州,南卡拉兰娜州,南达科特州,天纳西州,犹他州和威尔明州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这11个州呢,都是美国中部就是人口非常少的这些州,绝大部分是 哪怕是有些州里面,虽然全州范围内没有这个呆在家里这个指令呢 但是个别的这个城市呢,也是有这些呆在家里的指令的 而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新闻呢,也是最震撼的是什么呢 半个小时之前这个CNN爆出来 FEMA是叫什么呢 是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现在呢,是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申请十万个这个尸体袋 十万个尸体袋 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严重 这个呢,跟昨天这个白宫给出的最新的关于美国最终疫情死亡人数是比较吻合的 昨天给出的这个最终美国死亡人数会是十万到二十四万 所以呢,现在这个相关的政府机构也是准备先要十万个尸体袋 所以呢,也是非常严峻 希望呢,他们的疫情能够尽快的得到控制 好的,这就是三个非常紧急的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节目 下个视频再见